爹 大家,是幾共深愛香港這位國家 香港這位國家 суд,大家好 ,今天是 2022 年 8 月 21 um 你有沒有收過這個電話的? 話說有一間叫香港民意研究所 就是鍾建華教授離開了之後 又有些領領查查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報紙報不報? 他訪問什麼人? 還有就算被他訪問了那些 又敢不敢講出心底那句話 會不會好像那個掃地爭 不是金融那個 金融那個掃地爭很厲害的 在天龍八部裏面的神秘高增 一直都隱身於少林寺的藏經閣 日常功課就是掃地 在金融系列裏面最莫測高深的絕頂高手 可以將耐力化成一道無形的氣場 將這個溝摩字的無雙劫子 一下子就化解了 化解得無聲無色無影無蹤 就算是消風 用了十成功力十倍界王拳 做出來的紅龍十八獎 也都消利於無形 無容復的商長之力 也盡數化去 不是這個掃地爭 講的掃地爭是食神那個 掃掃地的時候 你糟糕了 方丈分人很小器 然後頭裏面的七個孔 就噴了些東西出來 那瓜佬襯了 方丈分人很小器 他訪問了些什麼人 人家夠不夠敢回答 熱耳王在連登裡面 有人就問了 你訪問些什麼人 是不是全部都是內地新移民回答 先講一單消息 這間東西 都是有古怪的 香港民意研究所 Anyway 他又講到了 比卡超首次的民望 是53.8 被這個貪魔 最美的時候 就大幅地躍升了 而政府的信任度來講 真人是新作風 也是四年來的新高 我們不要一味不客觀 不客觀 不客觀 不客觀的柴舉台 都有很多客觀的因素 我們講求科學 論證的精神 第一件事就是 新人是新作風 很多都覺得 你對舊友的多麼憎恨 你就對新的有多麼盼望 不在乎他是什麼人 你就算換龍潭為朱女士 做首長 可能民望都會上升 不是標題那個民望 民意 聽到北京的指示了 縮揚入覆的六仙門 葵花高手 家超 就當年率領著西廠 在迫害中樑的 如果不是 又怎麼會有47人案呢 上面要什麼指示 他又做什麼指示的 那時候還大拍手掌 說這個 僵人的再教育營值得學習 我很記得他這句 Anyway 那我們科學這樣去看看 到底香港民意研究所做出來的民望上升 有沒有客觀的因素呢 是有的 第一有國安大法在這裡 那你那些人呢 自必然是有寒潛效應 方丈分人很小器 就不夠膽 真是答那個答案下去了 因為香港已經是失去了言論自由 也都不是法治之刀 隨時呀 捉你進水飯房那裡 搭完胸口就搭背脊 是不是 再插裝一條糊 不知名的罪狀給你都還可以 所以大部分人遇到這些政治研究呢 今時今日了 躺平已經是最道德的選擇 即是不回答就算了 那剩下會回答那些呢 是些什麼人呢 會不會有QPON拿的呢 實質上你看一下 頑固香港現有的警方 走到街上 十間店舖 有七間都收拾了 我不說八九間 客觀現實還有幾間頂住的 兩餐飯那些都幾好的嘛 殺入金鐘了 是不是 但是那些給什麼人吃的 基層吃的飯來的嘛 是不是 但是去到OL 中環OL 變相要光顧這些 而不是去High Tea 那你做生意那些沒有怨氣的嗎 再加上 柬埔寨事件 那些家長各樣 有沒有怨氣呢 早前有個女士想著 內務總管家超 可以新一屆 終於可以幫她平反 平反些什麼呢 她大灣區買了陳爛尾樓啊 啊 想著啊 李青天大人 今時今日去那邊 消失了啊 就不知道是不是 阿家超啊 用她慣傳的一揚子 嘟一聲啊 使出點閱技能 那個人已經不浮存在了 可能 就算不說到那麼衰 至少啊 她見沒有反應 都不敢說第二句啦 你猜西闖流的 好了 另一個客觀現實就是 貪磨當時的分數太低了 因為天空的藍都不妥去 阿家超就遲些先 因為仁酒茶樑陣英呢 現在又啪著那個引擎 要慢慢運一下先的 她 那運到熟的時候呢 她那些什麼屈永賢啊 張志剛啊 就會空巢移出 她們現在是捕捉著一個時機 去看下怎樣可以將這個 李氏王朝板倒 很聰明的 那話說這個 民意研究呢 是在7月4日至7日呢 以隨機抽樣電話訪問的方式 就訪問了1003名香港居民 即1000個啊 結果顯示 李家超的評分53.8 支持度45% 反對度39% 首次支持多個反對啦 有正5的這個支持度 而她們四任前呢 是-60% 就即是說反對率 比支持率呢 是高出60% 嘩這麼厲害啊 好啦 同時間啊 目前留在香港的 要不就不敢出聲 要不呢 就接受特區政府的施政 都是這樣的啦 可以說 要不就中立 沒什麼意見 又或者就真是她那些勇等來的 收埋些蛇齋餅種 政治囚容 又或者公務員團體裡面 高薪厚錄 你至少啊 那二十幾萬公務員團體 加上紀律部隊 怎麼都會投最高信任道先啦 對不對啊 可能有很多人呢 對於這個消息 一方面就感到有點而無奈啦 另一方面就感到有點而不滿 就是做到這樣 竟然都可以文望回聲 你看一看《人民日報》 看一看《環球時報》 你就明白為什麼了 就是內地啊 嘩 鬼哭神號 又活摘五星 不過最近呢 就輸出了去柬埔寨 又小月月事件 啊 又地溝油 還要報道那個人呢 都被人乳化聲鮮了 一個完全沒有新聞透明度 他說點就點的社會 但是 嘩 那種飽滿感 幸福感 獲得感 你每日看《環球時報》 和《人民日報》的時候啊 就彷彿身處於平衡時空之中啊 那今時今日也只不過是 香港的人民日報化而已嘛 我又不明白 啊 有什麼好感到不開心的地方呢 就爭在 竟然啊 都只是得 民望正直 正五 我覺得應該是正一百的 甚至乎表達不滿那些呢 啊 你應該以國安大法驅控 將來香港的報章 啊 都會是這些這樣的報道 令大家培養出這種飽滿感 幸福感 莫得感 雖然啊 哈 他一日未封禁了那個網絡 啊 大家都還是能夠 暫時啦 好不好 暫時 暫時可以結取到一些 對他不利的訊息 這裏我讀幾單 《人民日報》的飽滿感 幸福感 莫得感 頭條給大家聽 那你就明白發生什麼事啦 奮力開創 遼寧 振興發展新局面啊 習近平總書記 遼寧考察回訪 全國各類養老機構和設施 總數達三十六萬個 前七個月新增發電機 機組容量相當於四個三峽電站 我國職業教育進入提值回憂 增值賦能新階段 十四五文化發展規劃中 某些提案令人關注 長征運載火箭連續一百零三次發射成功 平均每百日一次 青年大國工匠 勇於創新 為建設製造強國 貢獻力量 我先說到這裡 你說內地的民望怎樣 一下子看下去啊 嘩 我以為身處於唐太宗天黑行 四夷奔伏 相與四足的年代 這麼厲害 而今中國有聖人 但是 你看一看內地什麼款 去一去深圳 走個跨 千萬不要說 和去柬埔寨差不多 十四億隻紅七公的市場 它都可以寫到這樣 那今時今日比卡超民望上升有多麼奇 不是它特別做得厲害 不是怎樣 就是祝福安安 讓它歸西 海洋公園養少了一隻東西 接著減預算 就是減散成本 潮好那方便想 是不是 正能量些 另外 再增補海鮮坊 都沉在海底 舊的不去新的怎麼來 啊 又正能量些 好生意啊 那間東西 撿了一粒喔 撿了一粒不是多好 儲回這些錢去移民 啊 又好個方便想啊 你今時今日 看到這件事就棄頂 啊 那怎麼可得定未來的三五七年呢 每天這樣慢慢twist去 扭轉去一個歌功仲德的朝代那裡 不是什麼叫七分宣傳三分膚顯呢 是不是 第一樣東西 就要站穩陣腳 而站穩陣腳 當然就是我是眾望所歸那個啦 你看一下 中央就心慶得人了 有這個六線門高手 每天解決一個問題 現在又解決了民意研究的問題了 但是真正的問題到底解不解決到呢 我都是那句啦 你搞定柬埔寨的事先啦 傳到SDU去啦 你過往做保安師的嘛 被你餵一次啊 現在升到最高位不用做事啊 他又真的啊 吞大手板吃愛心飯盒不用做事啊 下面有人跟他搞定 搞定什麼 搞定掃地震啊 誰不聽話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裡